可以引用进来 其实你会发现 在VBA里面很多地方 像ADO ADO里面有Create Object 如果你要把外部的物件 像Outlook也可以 Outlook.application 或者Word.application 你都可以把外部的物件 引用进来用的话 你可以用Create Object 这个方法 然后告诉他说 我要把什么东西 把Internet Explore.application 意思就是IE浏览器 不过这个可能有个问题 你现在电脑里面的IE版本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我遇过 如果你电脑里面的IE 浏览器的版本太旧 或者是说里面可能有一些 可能设定跑掉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抓不到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假设我要先 这个是大乐透IE版本 那我就模拟 这个有点像手动版 之前是录制聚集 产生要抓的 现在是要自己写 然后自己写要写哪些 第一个你要先Create Object 第二个的话 利用这个Object 它已经启动了 所以它卡一下下 这个时候IE 其实已经被启动了 不过它在哪里 其实它在背后执行 在哪里 记忆体里面 它只有实体 但是没有画面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要利用IE的这个方法 Navigate 它可以帮我浏览到网页 所以意思有点像 在浏览器上面输入网址 这个网址 就是我们刚刚直接打上去的 第一个页 index等于1 就这一串 刚刚那个从乐透彩上面的那个网址 然后让它直接倒上来 但是你现在还看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 程式除错的时候 可能这一行你可以打上去 叫IE.visible等于True 意思就是说 把IE浏览器叫出来 因为它现在在背后执行 我现在在帮它 可是将来如果你已经OK了 你这一行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不然的话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它这个时候跳出来 有没有 所以它是 很大很大的一个 不过它实际上 就是让在背后的意思 所以这一行有没有出现的话 就等于是说 你也没有办法看到IE浏览器 有的网路上的程式 基本上都没有这一行 Visible等于True这一行 如果你们可以网路上找一下 应该有类似的 那我要当什么时候才能够继续往下 你要第一个 先确定什么 IE.fi本身的ReadyState ReadyState意思是它的状态 不等于是 其实等于是就是说还在Low 还在下的 因为一个网页 它要全部宰下来才能抓 你如果还只有抓一遍 你会发现它可以慢慢上串流的 有没有 等到它全部Ready了 或者是说呢 它是在BG的情况下 就是等于已经 等于啊 Do while 直到什么呢 直到说它已经准备好 或者是说它不是在这个BG状态的话 如果是呢 那你就Do event Do event是让它继续跑一下 Do event是说呢 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它背话还在继续执行 不然的话你会变成 如果没有Do event 城市就卡住了 就卡卡了 当然这个地方只是避免说 城市有卡卡的感觉 那城市为什么 因为它确认说它全部已经都OK了 因为之前 我没有加这一段城市的时候 常常会出一些状况 因为它怎么样 宰入了 可是它还可能 有时候网页还是需要等下时间 有的时候甚至会给多一点的秒数 因为有的时候还要看网路的下载状态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 在这边做 底下这个地方 可能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样写比较简单一些 那我这边会用个set 这个set后面是一个物件名称 那这个后面的物件名称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要把IE这个浏览器里面的 抓下来的东西呢 整个里面的原始码 其实就是那个document 其实就是你们看到这些 这个右边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所谓的document 它里面的所有的html相关的语法在这里 有没有 document html 那里面的话我要找什么呢 找那个 我用一个方法叫getelement by什么呢 tag name tag是标签的名称 所以这一行的意思是说 我要找标签名称叫table 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跟各位讲有个ctrl f ctrl f之后如果我想要找什么 找那个table 其实多半我们的资料都在table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总共有多少个table呢 有43个 那应该是这一页 我找这一页 然后一样 f12 ctrl f 刚刚有 然后打一个table 那我怎么知道会是第几个是我要的 那我就往下找 你会发现第二个不是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知道说 因为它的table是在第五个 那我要把第五个怎么抓下来呢 特别是 我可以把IE物件里面 载下来这里面的html 里面去找一下它的tag name tag name第五个是我要的 后面的话请记得 刮胡适为什么 因为它从零开始 也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抓你要的东西 恐怕还要知道一下怎么去找到 不过通常是table为主 网路上 因为基本上 资料还是放table 可是有些时候不在table的话 那你就要知道 你要找的东西的标签名称叫什么 可能你要配合网页的检查 那再来的话 它整个帮我抓下来 所以把它抓下来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第五个 比如说第五个我把它往下找 往上 这个是我要的 它位在哪里呢 基本上它会指向这边告诉我在这里 所以这里面的所有东西 从哪边呢 从这边所有的没有 你会发现 里面不是有TR对不对 TR指的是列 那我要把这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其实 左边的部分就是你看到结果 我把一列 TR就是这一列 这一列抓下来 那我要怎么抓呢 所以我用什么 刚刚有一个物件先帮我抓到了 一整个table 再利用这个table的物件 利用它的什么呢 再往下找 因为我要里面的TR 有没有一列 所以等于一层 有点像剥洋葱一样 剥一层table有了 再往里面剥 我要table 把table里面的TR列 那我就把这个列 丢给这个TRS的物件 那我就利用这个TR 可是里面的话呢 当然会有很 这个列里面呢 又有很多个储存格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如果要再抓什么 抓里面的储存格的话 那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TD 所以一层一层的 Document table table里面有TR TR里面有TD 那我要这个TD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我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 这个里面的哪一个 其实它有一个阵列 那从零开始到 它总共 这个TRS.lex 指的是它里面有几个储存格 那因为从零开始 所以我们跑回一圈 对话减一 那如果说 你要把里面 因为你看到的里面的滞留下来 不要标签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属性 叫Innertest 这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没有Innertest的话 它抓的时候呢 会把什么呢 把这个TD 包含什么呢 它里面这些有的没的 全部给你 但是如果你 只用Innertest的话 它就会抓到里面的日期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还蛮方便的 那这个Innertest 我们现在IE物件 现在用这个功能 蛮像那个Python里面叫什么 Beautiful Soup 里面也有类似的功能 就是 Beautiful Soup 指的是里面的 Soup 把它精华抓出来的意思 Beautiful Soup 它的有个模组名称 如果我觉得这些都相通的概念 无论你用哪一种 你会发现 最重要你还是要了解标签 了解你要抓什么 那抓的工具虽然不一样 可是那个逻辑相通的 OK 那我们怎么样 把里面的东西把它抓出来 放哪里呢 放在我指定的哪一个 Sales 储存格 所以我抓到一个TD之后 然后把它塞到这里面来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并且把篮宽再调整一下 最后呢 把IE物件给关掉 那就完成一个流程 OK 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抓网页的一个IE 算是范本吧